截至昨天,我国共发现4,322起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病例 当中308名是60岁及以上的年长者 目前没有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 需要转入加湖病房治疗 卫生部长王以康在国会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 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患当中 有8个人开始时需要氧气辅助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都不再需要 也没有人需要转入加湖病房治疗 相比之下,如果这4000多名患者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 预计有50到60人可能需要氧气辅助 转入加湖病房或病室 这同南非、丹麦和英国的研究结果相似 奥密克戎毒株尽管传播率更高 但是重症感染的风险相对较低 不过部长强调当局将密切留意情况 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 另外,尽管为接种疫苗的人只占我国人口的一小部分 但是他们却占了冠病死亡病例的七成 目前仍然有大约13万2000名 18岁及以上的人士 仍未接种疫苗 当局将继续劝请符合条件的人接种疫苗 不是公尽消息的不保护 这位是非公封消息的不保护 是不保护 但是不保护 或认为自己牢 是匀